原來我都猛叫人不要賣樓 結果麥當雄都忍不住賣了 在三個月前終於賣了兩間 這個是非常之老陳的 雖然他現在死定了 那就是人望 我們是作出了 這一年作出了很多 新的計劃 我希望做得好 和推出去手機 那就是我們有FM Transmitter 過年就會推給大家 是很便宜的 就是主流傳媒 一路都會杯葛你的 那就是 我也有跟大家說 就是說 這一輪大家看著朝鮮的暴動 昨天那一波韓韓說的 他們覺得中國人永遠不會革命的 中國人決定是做奴才的 其實這些 和陶傑說的東西是一模一樣 那這個我是完全不相信的 中國人和其他人是沒有分別的 我們受瑜伽思想的影響 但是那個是令到 其實等於歐洲人 中古世紀 神機中天氣教影響一樣 大家都走過這些這樣的思想枷鎖 是經過這些這樣的思想枷鎖走出來的 去到適當的時間 那些人就會發揮他們的力量 我是永遠相信香港人 相信中國人的 他們其實是很聰明的 在適當的時間 就會做適當的事了 大家不要看現在香港人這樣 如果明天 中共倒台 後天就一百萬 香港人長屆推翻 政府也給你看看 但是香港人知道這件事不行 因為背後有一個中國在 這件事不行 同樣 這個朝鮮這個運動 是中共敲響了警鐘的 我都說這個 就叫Hobson's Choice 就是你是兩難的 你怎樣選都會死的 你鎮壓就更多人 那些人就更生氣 你不鎮壓就很多人會學 這個其實是兩樣兩邊都會選得死的 去到這樣大規模示威 再加上最近這個 連續五天上街抗議 其實是很危險的 危險到不得了 那現在它又面臨了 第二個兩難的抉擇 是不是放鬆人間呢 放鬆人間就變了通脹 放鬆人間呢 經濟衰退得很嚴重 這個局面也是很難搞的事來的 而最重要的 我們看到北京其實 是不能夠有意志去做任務 做任何事情 就是做什麼呢 都是大家互相棄住的 這陣子棄那一陣子棄那一陣子棄那一陣子 結果呢 其實這個烏陷區這件事呢 是搞了三個月的了 是不知道怎麼做了 站在那裡三個月 好像特區政府 你見到特區政府呢 其實是水到你不信的 是 就是上個禮拜我和大家說 三個月是完全退卻 是完全不要免地退卻 就是關於不悔暗那些問題 這個 就是 就是 諮詢了幾年 一路說堅決執行的事情 可以突然之間 一夜之間不見了 這個 就是 就是這樣 Anyway 像唐英田和梁振英那樣鬥法呢 他們都是說了很多過頭的說話 就是到他上去之後呢 大家就盡量逼他 其實是 是不是 越說就越多了 就是這些東西 那就是 我們需要一些VIP member的 可以名對呼籲大家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 那今年呢 就有了萬必加入 有了皇上加入 其實誰喜歡做節目 或者誰想 如果懂得人想做節目 都可以推薦給我們 或者你自己在家裏做的節目 都可以放上來的 我們呢 是要做一個很開放的頻道 讓所有人都可以發聲的 在2012年 我們呢 大家 和所有主持人 一定會更加努力 一定要成熟 知道 人望 成為一個 更加重要的力量 要特區政府和北京 都要不能夠忽視人望的 好不好 好 好